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长寿花的观赏价值很高 看着别人家的长寿花都已经花开满盆 然而自己养的长寿花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只需要在盆里买点塌 一个月后,长寿花就能花开满枝头 这种材料非常常见,那就是香蕉皮 香蕉皮里面还有大量的零和甲 另外,还有一些微量元素 长寿花吸收了这些养分 能长出更多的花芽,不断运累 这样很快就能花开爆盆 具体操作的时候,可以将香蕉皮收集起来 放在阳光下面晒干 有条件的朋友,也可以直接用微波炉加热 等香蕉皮变得干脆之后,将香蕉皮取出 将干脆的香蕉皮捣碎,然后在花盆里面挖几个坑 将香蕉皮的粉末倒进坑里面 这样既能够为长寿花补充养分 也能够增加盆土的透气性 很好地保持肥效 这样长寿花的花朵很快就能长满枝头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